三年前 我把女友柳如烟送出国 说我跟她就是玩玩而已 三年后 冰封末世 女友觉醒一能 她回国后 成为我们这座城市的领主 她要一生挖走弟弟的能量盒 她强迫我妹妹攻手下玩乐 她要把我的父母赶出房子 让他们冻死在冰天雪地 她做这一切 都是为了逼我献身 可她不知道 三年前我就被她后妈害死了 柳如烟拿起我弟弟高成的入队申请 撕了个粉碎 有那么一瞬 弟弟的表情僵硬 柳如烟语气冰冷 冰封护卫队 不需要你这样的弱者 高成握紧拳头 我不是废物 柳如烟 我哥哥 柳如烟粗暴地打断她的话 够了 不要在我面前提你哥 她是我的前女友 三年前 我亲手把她送出国 并且说 我跟她只是玩玩而已 她恨透了我 三年后 冰封末世降临 她觉醒一能 从国外归来 成为我们这个城市的领主 俯视众生 拥有绝对的物资分配权 时过境迁 我们家的公司破产 一家人生活困难 觉醒一能的弟弟 想要加入冰封护卫队 帮家里减轻负担 柳如烟的脸 闪过一丝深入灵魂的痛苦 旋即 红唇微微翘起 神情于也 她拍拍手 两个冰封护卫队的成员 拉来一个铁龙 铁龙里 通体雪白的冰虎 体长达两米 唇边的两颗獠牙 足有一尺长 闪烁锋利的寒光 柳如烟的眼神闪烁疯狂的残忍 高成 想要证明你不是废物 钻到铁龙里 打败这头冰虎 站在柳如烟右侧的人 惊不住道 领主 真的要这么做吗 高成只是个三级异能者 而这头冰虎拥有五级异能 柳如烟挑眉看向弟弟 你要是不敢 你就是废物 跟你没用的哥哥一样 他说不要弟弟在他面前提起我 他自己却又提起我 他说我是废物 弟弟大吼 我哥哥才不是废物 他拉开铁门 钻入铁龙里 觉醒异能的弟弟 瞳孔变成银白色 周身结出一层厚厚的冰甲 他举起拳头 砸向冰虎 在体型硕大的冰虎面前 他显得那么弱小 冰虎的胡爪抓中弟弟 他被扫得撞中铁龙的铁栅 我的灵魂扭过头 不忍再看 弟弟打败冰虎 经历了两个小时 他是被抬出铁龙的 弟弟全身都血 他喘息着 柳如烟 我要你说 我不是废物 我哥哥也不是废物 柳如烟的脸上 掠过一丝洞容 他抬起脚 皮靴踩在弟弟的胸膛 两个小时才灭杀冰虎 还说你们兄弟不是废物 把他丢出去 柳如烟让我感觉如此陌生 我大吼 柳如烟 不要再闹了 好不好 然而 他听不见我说话 我只是一个魂魄 二 弟弟咬牙 柳如烟 你就是个疯子 难怪我哥会不喜欢你 柳如烟像被刺中了心脏 抬脚狠狠在弟弟胸膛一跺 高扬不喜欢我 我又何尝喜欢他 他以为他是什么稀罕物吗 他的声音抖得拔高 当初不是他不要我 是我抛弃了他 他好像跟无形的人争辩似的 他单手拎起我弟弟 通过一扇门 进入门里 我闻到一股刺鼻的福尔玛林味道 柳如烟把弟弟灌倒在地 他指向床上 床上躺着一个面色蜡黄的男人 身上盖厚厚的被子 他见到柳如烟 不停地咳嗽 脸上犯现病态的烟红 你哥哥那个败类 他害得我家破人亡 明明我躲到了国外 在我和张明的婚礼上 他还重伤了张明张明 如烟 事情都过去了 不要再提了 柳如烟 我为什么不说 就算在残忍的报复 家住到高阳一家身上 都不为过 这是他欠我的 弟弟震惊 柳如烟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三年前 我哥哥 舅 他话还没有说完 因为重伤晕了过去 是的 三年前我就死了 我怎么跑到国外 去重伤张明 柳如烟见到弟弟晕厥 命令手下 把他丢出到堡垒外面 堡垒外面 冰天雪地 气温零下四十度 弟弟尽管身负异能 想是依然扛不住 这样严寒的天气 我想跟出去看看 然而 不知道为什么 我的灵魂离不开柳如烟 周围太远 柳如烟坐到张明床头 用手轻抚他的头发 两人默默对视 张明轻声问 如烟 你还是忘不了高阳吗 柳如烟的手一僵 两久 他悠悠道 我恨他张明 没有爱 哪有恨柳如烟烟烦躁的站起 眼睛里燃起复仇的怒火 我不能让放过高城 我要扒光他的衣服 他说完 匆匆向堡垒外走去 三 我跟着柳如烟来到堡垒外 风雪慢卷 他和他的手下 都穿戴厚厚的防护服 柳如烟打个手势 去 把高城的衣服全扒了 两个手下走过去 把弟弟的衣服扒掉 指一下单薄的内衣 弟弟脸色轻子 全身在微微颤抖 他牙关紧咬 整个人失去了意识 柳如烟冷冷地注视这一切 再有半个小时 弟弟会被冻成人棍 我哀求 柳如烟 你恨我 报复到我身上 不要报复我的家人 我求你了 我想给柳如烟跪下 然而 他看不见我 听不到我说话 弟弟的眉目 有三分与我相似 柳如烟看他 眉梢眼角再次涌现 浓浓的恨意 去 给我端一盆热水来 热水到了户外 立马会变成凉水 我意识到他要做什么 想阻止 却什么也做不了 柳如烟拿过下属端来的水 正要朝弟弟泼去 却在这时 一辆胶囊苍行雪地摩托 停在他面前 苍门开启 妹妹高月从摩托车内走出 他阻拦柳如烟 学姐 你不该这样 一声学姐 唤醒柳如烟的回忆 柳如烟来我家里做客 晚上都是和妹妹一起睡 他们两个关系非常要好 柳如烟嘴角残忍地翘起 我不该这样 那我应该怎么样 妹妹陷入沉默 柳如烟步步紧逼 谁允许你叫我学姐的 妹妹 领主大人 我求你放过我哥哥高成 柳如烟眼睛眯起 这是你求人的态度吗 妹妹跪在他面前 领主大人 我求你了柳如烟 你觉得你求我有用吗 他的意思在明显不过 我为什么不来求他 妹妹 我大哥高阳 他不会来的 因为柳如烟大笑 他不会来 是因为不敢见我吗 一见到我 他就会想起自己犯下的罪 他这个软弱的男人 连直面自己 罪过的勇气都没有 反而让你跑来见我 妹妹着急解释 不是这样的 雪 领主大人 我哥他已经不在了柳如烟 不在了 是逃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 我无力地翻白眼 仇恨已经让柳如烟 失去了最基本的理智 妹妹的眼睛红了 弟弟嘴巴张大 大口大口地喘息 妹妹 领主大人 得抓紧时间 把我哥送到医院 再这样下去 他会没命地 他摸了一下弟弟的手 弟弟的手冰冷且僵硬 他给柳如烟跪下 不停地磕头 我肝肠寸断 妹妹额头轻肿一片 他咬牙 领主大人 当初我哥之所以把你送往国外 有逼不得已的苦衷 那个秘密 我本不想让妹妹告诉柳如烟 我怕他承受不了 但现在看来 不得不说了 谁知 柳如烟强行打断 什么苦衷 都不过是借口罢了 你少给高阳找冠冕堂皇的借口 我不想听 妹妹额头轻肿一片 眼底泛现泪光 柳如烟 别用小白兔一样 委屈巴巴的眼神看我 我不会心慈手软的 他顿了下 看在你们兄妹情深的份上 我给你一个选择 我可以让人把高程送到医院 但你必须留下来 伺候我手下的人 他把伺候两个字 咬得特别重 其中深意 不言而喻 妹妹的身躯猛地颤抖 他看向躺在地上 生死未卜的弟弟 死死地咬着嘴唇 他下定了莫大的决心 好 我答应 但是 我要亲眼看着哥哥 被送去医院 柳如烟 没问题他亲自开车 带高程去医院 路上 妹妹轻声道 谢谢柳如烟 谢我什么 妹妹 其实我大哥 柳如烟猛地按了下喇叭 妹妹闭嘴不再说话 四 车子在医院大门口停下 很快有医生把弟弟 从车上接下 医院的走廊里 主治医生大喊 快 快给病人全身麻醉 柳如烟眉头微挑 我记得医院里 好像没有麻醉药了 主治医生瞬间心领神会 对 医院没有麻醉药了 妹妹想去抓柳如烟的手 被柳如烟打开 妹妹 领主大人 如果没有麻醉药 我哥会被痛死的 他知道 在不进行麻醉的情况下 进行手术 那将是生不如死的经历 想来 这种痛苦 会如同经历了 十八层地狱的酷刑 弟弟不知道什么时候 恢复了些意识 躺在医疗手推车上的他 虚弱开口 月月 不要求这个疯女人 他就是个疯子 大哥真是眼瞎 才会看上这样的女人 我替大哥不值 骆崩一声 我听到柳如烟 牙齿咬碎的声音 他冷冰冰 对主治医生道 把他的能量核 从身体里面取出 他不配成为异能者 若是能量核 从身体取出 意味弟弟将变成一个普通人 骄傲要强的他 一直梦想成为异能者 但如今 听柳如烟说 要将他的能量核取走 弟弟只是闭上眼睛 一脸平静 雪儿 月儿 你们怎么在医院里 我妈走过来 要不是柳如烟 还记得我妈的声音 她无论如何 也不能把眼前这个身材臃肿 身着保洁服的女人 和三年前那个气质优雅 身材苗条的女人 联系到一块 作为我的女朋友 三年前 柳如烟经常去我家里玩 我妈会做她最喜欢吃的四喜丸子 会把自己的化妆品拿给她用 会把她当亲生女儿一样看待 柳如烟再见我妈 有那么一瞬的动容 旋即装出不认识的样子 淡漠疏离 我妈看到了躺在医疗手推车上的弟弟 扑到他身上 痛哭流涕 小程 你不是去参加冰封护卫卫队的考核了 怎么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 主治医生 你是病人的家属 麻烦手术费交一下 我妈抹着眼泪站起 颤抖的从口袋里掏出为数不多的毛票 其中还有几个肛蹦 她双手捧起 递到主治医生的面前 医生 我只有这么多钱了 她看向柳如烟 雪儿 你是小杨的女朋友 你能帮帮我们吗 柳如烟 以前我是高杨的女朋友 但那是三年前的事情了 她害死了我爸 我爸不得你们家死光死绝 你这个老太婆 还好意思问我要钱 我妈 是 是我们家小杨对不起你 我给你跪下了 求你帮帮小程吧 我妈颤巍巍 要向柳如烟跪下 柳如烟悄悄攥紧了拳头 被转身 高越抹掉眼角的泪水 搀扶住我妈 妈 不要给这个狠心的女人下跪 你越是求她 她越是折磨咱们 妈 可是咱们家没人能求了 小程她 柳如烟转身 那为什么不见高杨来求我 她不来见我 证明她心中有愧 我妈的脸上涌现出悲痛 小杨 小杨她再也见不到你了 柳如烟 我听说 她走了 这个男人永远这么不负责任 在我需要她的时候 她把我送出国 在你们需要她的时候 她远走她乡 我妈定定地看柳如烟 雪儿 你难道真的不知道吗 柳如烟疑惑 知道什么 医疗手推车上 弟弟发出低沉的压氧不住的痛苦声音 主治医生 病人需要马上进行手术 她看向柳如烟 柳如烟沉默 弟弟被推进ICU 妹妹扶我妈坐到走廊上的长条凳上 这个年过半百 头发花白的女人 眼睛顺也不顺地盯着ICU的灯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晨光初上时 ICU的灯才灭了 主治医生从手术室内走出 我妈担心地问 小城的伤怎么样 主治医生摘下口罩 病人度过了危险期 只是 这手术费需要四十万块钱 如果不在三日内缴费 我们只能将她赶出医院四十万 对于我们家就是一个天文数字 我妈听到后 直接晕了过去 柳如烟站在不远处 冷冷地看着这一切 妹妹扶着我妈 走出医院 她浑然没有注意到 柳如烟开车跟在她的摩托车后面 呜 妹妹的摩托车 在门口停下 我爸主拐杖 打开门 见到昏迷的我妈 她着急地问 月儿 你妈这是怎么了 妹妹横抱我妈进了屋 把发生的事情讲了一遍 我爸常常地叹口气 雪儿这孩子怎么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亏得小杨对她掏心掏肺的好 我和柳如烟就站在门外 我能清晰地听见他们之间的谈话 我爸沉默良久 这才开口 四十万的手术费 咱们把房子卖了吧 妹妹吃惊 爸 要是把房子卖了 咱们不一定能找到足以避寒的场所 咱们一家人 极有可能会在末世里冻死的我爸 走一步看一步吧 要不然 四十万的手术费 咱们从哪里出柳如烟推开门 走了进去 我爸见到柳如烟 气不打一出出 你还有脸来我家 给我出去 柳如烟 让我出去 该出去的人是你们 他的速度倒是快 我爸才刚把房子挂到网上出售 他就将房子买下 他拿出手机 给他们展示 现在他是房子的拥有者 他看万上的手表 你们有一个小时的收拾时间 一个小时之后 麻烦离开我的房子 我爸气得捂住胸口 真是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 亏得小羊对你念念不忘柳如烟 别在我面前提高羊 他才是真正的白眼狼 我介绍他和我爸认识 两人合作做生意 结果他害得我爸破产 跳楼自尽 我爸 照你这么说 我家应该生意兴隆 那为什么我们家破产了 柳如烟茫然 旋即冷笑 恶人自有天收 高羊不敢面对我 早跑到外面去了 丢下你们 不管不顾 他连跟我当面对峙的勇气 都没有我爸脸上露出 四哭四笑的神情 你听谁说他跑了 柳如烟 当然是听高月说的 他猛地像意识到什么 眼睛扫过我爸和妹妹 声音带来自灵魂的颤抖 你们是说 高羊死了 我爸七创 小羊他三年前就死了 柳如烟 不可能 这绝不可能 你们分明在骗我 为了保护高羊 你们连这么拙劣的借口 都变得出来 我爸主拐杖 盘山走到桌子前 把一块红布接去 露出我的遗像 我们骗你 我们用得着骗你吗 柳如烟定定地看我的遗照 死了 高羊怎么会死 好人不偿命 坏人活千年 他怎么可能 就这么轻易就死了 此时 他的精神状态 已然不正常 他伸手抓下我的遗照 肯定是你们一家骗我 我要把这张照片给丢了 我妈不知何时行转 抢在他之前 死死地抱住我的遗像 这是小羊 留给我们的唯一遗物 你不能毁了他 柳如烟 眼神茫然 嘴里难难 骗我 一定是你们骗我 他们没有骗你 门被推开 进来的是我曾经的 好兄弟 任非 任非的浓眉 斜向上挑起 对柳如烟满是失望 柳如烟 三年不见 想不到你变得这么 让人讨厌 高羊当初怎么就看上 你这么个女人 柳如烟大吼 住嘴 明明是高羊对不起我 我报复他的家人 难道我有错吗 一定是远在外面的高羊 知道我为难他的家人 故意让你来配合演戏 说什么他死了 他才不会死 一定不会死的 任非恨恨地骂他 疯女人 你不相信高羊死了 好 那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他不由分说 拉起柳如烟 向外走 六 柳如烟坐上他的雪地摩托 两人来到我的墓地 人非指着我的墓碑 你睁大你的眼睛看看 这是谁的墓地 柳如烟手指哆嗦 拨开我墓碑上的积雪 上面赫然写着高羊之墓 他向全身被抽光了 力气 瘫倒在地 你明明说 要陪我一生一世 你这个骗子怎么就走了 不对 死得好 死得好 这样 我就能为我爸报仇了 他站起来 积聚全力 拳头周围 迎上白茫茫的雾气 他发动异能 要摧毁我的墓碑 我不能让你就这么死了 我要毁了你的墓地 把你的骨灰扬了 他携带滔天的恨意 一拳击出 人非挡在我的墓碑面前 触拳与柳如烟的拳头交捧 两人拳头俯一接触 人非腾腾腾地向后退去 人非勃然大怒 柳如烟 你还要疯到什么时候 柳如烟 让开 这是高杨欠我的 人非 高杨不欠你 他不能告诉你事实的真相 我来告诉你事实的真相 他说得又快又急 当初你爸爸和高杨合伙做生意时 他的公司本就是一个空壳公司了 他想让高杨给他做替死鬼 填补他生意上的亏空 高杨当时知道这个情况 还是为了你 毅然决然地当了冤大头 他不想让你掺货进来 先把你送出国 后来 你爸爸东山再起 他又觉得这件事情 极不光彩 要害死高杨 他约高杨在天台见面 本意是想把高杨 从天台上推下去 可是没想到 自己失足掉了下去 哪怕我们所有人都知道真相 但他为了照顾你的感受 坚决不让我们说 如今他人死了 这些事情总该告诉你 得知真相的柳如烟 阴阴哭泣 不能自已 他泪眼婆娑地看着我的墓碑 为什么 为什么你不把事情解释清楚 说是为了照顾我的感受 其实你就是自私自利 我恨你 我恨你 人非 柳如烟 你没事吧 他现在的精神状态很差 柳如烟拿出一把刀 人非 柳如烟 你别想不开 柳如烟拿到划破手指 高杨 我欠你的 终将还你 柳如烟再次立誓 那些伤害过你的 终将得到报应 人非 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气 人非在柳如烟 重新回到我家 我爸是个绝脾气 他已经把家里的东西 都收拾好 准备搬出去 柳如烟末地给他跪下 叔叔 对不起 都是我一时任性 我向你们赔礼道歉 我爸爸头别向一边 我妈扶起柳如烟 雪儿 用不着这样 虽然小杨不在了 但阿姨是真心喜欢你 把你当我的亲生女儿 这都中午了 你还没吃饭吧 我给你做饭去 对了 我记得你最喜欢吃的 是四喜丸子 柳如烟声音哽咽 阿姨 当着我们家人的面 她把房子的产权 重新还给我们家 妹妹问 雪儿姐姐 你现在知道事情的真相了 柳如烟黯然点头 我爸 哼 柳如烟给我爸倒茶 我爸虽然脸上难看 却没有阻止 柳如烟问 高杨 她走得安心吗 妹妹 你想听真话吗 柳如烟意识到我的死 可能跟她后妈有关 但还是依然点头 要妹妹 你家公司的财产 后来全部转移到了 你后妈正牙手上 我大哥被她设计破产 气到重病 妹妹还是避重就轻地说 事实是 正牙骗我将柳家所有财产 转移到她名下 美其名曰留给柳如烟做嫁妆 后来 她把一管血注入到我的身体 让我产生溶血反应 被折磨了整整三天三夜 才死去 柳如烟悄悄给手下发了消息 她想查到的事情 轻而易举就能查到 吃过饭 柳如烟问妹妹 我能去高阳的房间看看吗 妹妹 可以柳如烟去了我的房间 妹妹轻轻外面带上门 柳如烟躺在我曾经睡过的床上 泪水不自觉地划过脸庞 她拥抱空气 正如拥抱我一样 收到下属的消息 她从又变成冷漠无情 沙发果断的领主 下午 她和妹妹一起去了医院 主治医生见到柳如烟到来 向她邀功 领主大任 我已经把高层的能量盒取出来了 你看现在要不要把她赶出医院 柳如烟抬手给了她一巴掌 怎么取出来的 你怎么给我装回去 还有 用最好的药治疗高层 若是她出了什么闪失 小心你的小命 主治医生无脸 之前大任你可不是这么说的 柳如烟狠狠地弯她一眼 她不敢再多说一句废话 只是背过身 偷偷说了句 与人心 海底争霸 柳如烟回到堡垒 她进了张明的房间 张明 雪儿 你回来了 柳如烟抚摸张明的头发 眼底却是无尽的冰冷 张明 我问你件事情 你确定一件多钱 咱们结婚的婚礼上 你在厕所里被羔羊偷袭 张明的神情僵住 月儿 这都是一件多钱的事情 你还替她做什么 柳如烟 我要说 你确定是羔羊 张明观察柳如烟的脸 只觉这张平静的脸 下面郁郁着天风海雨 张明 也不是太确定吧 毕竟高阳是从后面偷袭我的柳如烟 哦 她的手攥紧了张明的头发 张明 雪儿 你弄疼我了柳如烟 抓紧张明的头发 把她拽出被窝 你只有一次说实话的机会 可惜你没有说实话 张明此时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 慢卷的杀意 仿佛有实质一般 张明 是你后妈安排的 她要我污蔑高阳 其实 根本没有人袭击我柳如烟 来人 张明连灵魂都在颤抖 雪儿 你要做什么 柳如烟的声音冰冷无情 把你丢出堡垒 你跟高阳比 连高阳的半个手指头都比不上 两个手下架着张明往外走 空荡的堡垒里 传出渐行渐远的声音 雪儿 你不能对我这样 不能 张明在外面 很快被冻成了冰棍 柳如烟问手下 要你准备的东西 都准备好了吗 手下把一个右盘 交到柳如烟手里 这里面 有着郑雅这些年 案里的犯罪记录 她这些年做监犯科 坏事做尽 反而因为积极投身公益事业 成为了城市里的慈善家 柳如烟给郑雅打电话 妈 听说明天你要举行慈善晚会 我会去参加郑雅 女儿 妈没听错吧 你要来参加晚会 柳如烟 是的 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份大礼呢 郑雅 女儿你能来 妈就很开心了郑雅挂断电话 眼神冰冷 就 到了慈善晚会这天 身着盛装的郑雅 被众人如同众星捧月一般簇拥 见到郑雅到来 她从容走上正前方的讲台 各位 我们的领主大人柳如烟 今天也来参加我的晚会 另外 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她也是我的女儿 下面 请她上台 在万众瞩目下 柳如烟身着黑色的晚礼服 像一朵危险的玫瑰走到台上 身边的主持人道 听郑女士说 柳林主还给她精心准备了礼物 就是不知道 这礼物是什么 她把话筒递给柳如烟 柳如烟道 请大家看大屏幕 屏幕里播放的是郑雅犯罪的证据 台下震惊的声音此起彼伏 郑雅急怒 不许播 快关了 快关了 最终 郑雅被柳如烟带走 在监狱内 柳如烟站在郑雅的对面 郑雅男男 柳如烟 我是你妈 你怎么这样对我 你不能这样对我啊 柳如烟 自从你害死高杨 你就是不是我亲妈了 她拿出一管鲜血 郑雅 你 你要做什么 柳如烟 你怎么对高杨的 我就怎么对你正呀 不 你不能这样做 因为恐惧 她的瞳孔无限放大 但两个手下 把她固定得死死的 她亲眼看着 真管扎进自己的胳膊 她倒地抽搐 全身竞篮 过了会儿 不知从哪里来的力气 她一头撞向监狱的墙壁 柳如烟早想到她会这么做 让手下拦下她 她吩咐手下 若是她自杀成功 就是你们失职 我经历过的那些痛苦 全被她体验到 三天三夜的时间 郑雅因为痛苦 把原本精心修饰的支架抓突了 地上留下一道道触目精心的血痕 替我报仇之后 柳如烟没有穿防护服 走到冰天雪地之中 她嘴里喃喃着 高杨 我替你报仇了 这下 我来另个世界找你 你要等着我全文完 你可这该都等着我 我去逼备